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有学字 如果你有学写字的话 我想你们一定也有几个词你们觉得特别美吧 我想要分享的是又常见又美丽的词 因为中文美丽的词美丽的字这么多 但是我想介绍的是常见你真的会用到的词 因为我分享一些词如果你根本也不会用到 或是根本也很少听到或从来不会听到 也蛮没有意义的 所以今天我想要分享的这些词呢 我想大部分你们可能都知道了 可是你在知道它的意思之后 你会发现哇它真的很美 中文字的意思可以很深很美 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 第一个词就是青春 青春就是年轻的时候 那青是什么意思呢 青这个字它的意思是绿色或是蓝色或是草 草地的草 可是在这里是年轻的意思 因为中文字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嘛 那春 春就是春天的春 所以两个加在一起青春 我觉得这两个字真的很有青春 很有年轻的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想到青春我就会想到这个 绿色的草地 蓝色的海蓝色的天空 然后加上是春天 整个其实就很有年轻的氛围 很有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词虽然很简单 很常见 但是它的意境很美 那我举一些例子给大家 前面有一集我在介绍电影的时候 我有提到青春片或是青春电影 其实就是team movie的意思 就是通常可能是讲 高中生的电影 我也分享一个 有提到青春的歌词 这首歌是老王乐队的 我还年轻 我还年轻 那这段歌词是 我就唱给你听好了 我在青春的边缘挣扎 我在自由的尽口凝望 希望你不要吓到或是关掉 那这段歌词 我在青春的边缘挣扎 青春的边缘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可能已经要长大了 我想可能是快毕业要出社会 或是觉得自己快要不年轻了 这个是青春的边缘 这个是青春的边缘 挣扎就是他觉得很痛苦 在努力 看他在挣扎什么我也不确定 但我想年轻人 有很多的挣扎 可能是在想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或是我要找什么样的工作 可能是这样的挣扎吧 我想大家要出社会 可能都会有一点辛苦 有一点挣扎 想说 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 如果大家想要听这首歌的原版 你可以去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有特别做一个歌词影片 所以这首歌很好听 歌词也蛮有趣的 你可以边听这首歌 边学到很多新的词 当然原唱比我好听多了 好 下一个词是回忆 这个词非常的常见 回忆就是memories 回是什么意思 回去 像是回家的回 那意就是记得想念的意思 所以回忆就是去想 去想念过去的事情 哇 你不觉得很有意境吗 回忆可以当成名词anorm 也可以当成动词averb 举例来说 去年夏天的那场旅行 是我最美好的回忆 那动词的话 我可以说 他喜欢回忆过去 就是他很喜欢去想过去的事情 好 第三个就是漂泊 漂泊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生活不固定 或是他没有固定住在一个地方 他可能常常会到处流浪 或是到不同的地方居住 身为一个喜欢到处旅行 到处走来走去 跑来跑去的人 我真的特别喜欢这个词 那我们来看看 漂跟泊有什么意思 漂 漂就是 漂在水上 to float or to drift 泊呢 它可以是湖 lake的意思 或是停留 to stop stay for a time 那两个加起来 漂泊 你就可以想像好像一条船 漂在海上 好像没有目的 不知道他会漂去哪里 你不觉得就很像 这个漂泊的意思吗 就很失忆的感觉 很poretic的感觉 那举例来说 他这几年来四处漂泊 不曾回家乡 意思就是说 他这几年来 可能在国外到处旅行 到处流浪 从来没有回家 不好意思 刚刚隔壁邻居在聊天 聊得很大声 可能有点杂音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好 现在应该没有了 好 第四个是漫步 漫步的意思 用英文来说 就是 Rumble or straw 其实有一点像散步 但是我觉得跟散步比起来 漫步多了一点浪漫 那我们来看看 慢 有free and casual的意思 步呢 就是脚步的步 或是走路的意思 所以漫步加起来 就是悠闲的散步 可能没有一定的目的 就是随便轻松的走路 好 举例来说 我喜欢在日落时 沿着海边漫步 I like to stroll along the beach at sunset 好 最后一个跟其他的 比较不一样 是舍不得 我想你们应该都听过 舍不得这个词 我觉得我在我的podcast 也有提到蛮多次的 那舍不得这个词 其实它好像没有 直接的英文翻译 好像没有一个英文的词 是有这个意思的 所以如果你查字典的话 它好像会说 to have to do something or reluctant to do something 所以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先来看舍这个字 舍就是去放弃 to give up or to abandon 不得 就是不可以 不行 所以舍不得 那我们用一个句子来看 如果有人说 我舍不得离开这里 意思就是说 他可能对这里有感情了 然后他不想要离开这里 他没有办法离开这里 的意思 像我就是一个 常常舍不得的人 如果我到一个地方 生活一段时间 像我那个时候到 墨尔本生活了一年多 我要离开的时候 我就超级舍不得 我的朋友们 那在许多歌词中 也有出现舍不得 好 举例来说 这次我就不唱了 这首歌叫做 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这个歌词是 一一不舍舍不得 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所以这个一一不舍舍不得 就是 我真的没有办法放下 还有没有办法离开这个人 好 这个就是今天的分享 不知道你听了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在今天这五个词中 你觉得哪一个最美 你最喜欢 或是跟我分享 你最喜欢的中文词 甚至其他语言的也可以 我也会很想知道 你可以在这一集的 YouTube Video下面留言 也可以在我的 Patreon的Post留言告诉我 最后我要特别来感谢 谢谢一位最近赞助我 请我喝咖啡的听众朋友 她叫做Eva 她说 最近刚发现我的Podcast 她非常喜欢 然后希望给我鼓励 她来自Belgian比利时 非常感谢Eva 谢谢你的支持和鼓励 让我觉得很感动 那如果大家也想要给我支持 想请我喝杯茶 喝杯咖啡的话 你可以到我的网站 talktawanismandarin.com 去请我喝杯咖啡 也可以加入我的Patreon 支持我继续做更多节目 最后也要来回复 一位听众朋友 在Apple Podcast上面的留言 这位是来自美国的Sandy 她说Excellent 她说速度非常刚好 不会太快 也不会太慢 而且话题总是很有趣 非常谢谢Sandy 给我留下五颗心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你到Apple Podcast 给我留下五颗心 5 star rating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 欢迎你订阅我的newsletter 我的YouTube channel 去我的Instagram追踪我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